看到这常常等待参观的队伍 就知道这地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它是古罗马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 直到今天还在正常使用 它被美术大师米开朗奇罗 誉为天使的设计 对西方的建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就是罗马的万神殿 万神殿最早建于公元前27年 但在公元80年时被一场大火烧毁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座万神殿 是公元125年时重修的 近2000年过去了 它不但屹立不倒 而且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今天它依然可以被当作一座纪念堂正常使用 它的建造时间和古罗马斗树场差不多 但它却是所有古罗马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 万神殿的雄伟气势和建造工艺是令人称奇的 单单说这个巨大的穹顶吧 它只使用混凝土胶筑 但里面却没有钢筋 而且没有一根柱子支撑 直到今天 它依然保持着这种建造工艺下最大拱顶的世界记录 就算在今天使用钢筋和混凝土一起建造 要想保持2000年不坍塌 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穹顶的中央有一个开孔 让阳光从孔里自然洒落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设计 却能够在没有电的古代 让整个大殿明亮辉煌 而且 每天随着太阳的运转 阳光在穹顶上能够产生不同的轨迹 让整个穹顶变成了一个巨大而精美的日轨 你不用担心从开孔里洒落的雨雪 当时的建造者们早已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们在开孔下的地板上 留好了许多细小的孔洞 让洒落的雨雪可以自然地排出 万神殿在建筑工艺和美学上 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很多 了解的越多 你就会越发惊叹于 古罗马的文明怎么可以如此发达 除了建筑本身 万神殿也还有很多看点 大殿里有许多精美的雕塑 其中的两尊是雕塑大师贝尼尼 亲手制作的精品 当然 很多人慕名来到这里 是因为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菲尔 就葬在这里 他的墓简单朴素并不奢华 但墓之名却写得非常动人 你活着 大自然 黯然失色 你逝去 这世界 悲痛欲绝 万神殿完全免费 不需要门票 却看点众多 是游览罗马时 不能错过的一个景点 就连门口的小广场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喝杯咖啡 吃点东西 看看众生百态的歇脚点 广场上的这个方间杯也不简单 它可是古罗马时 从埃及拉回来的战利品 论历史 它比万神殿还要古老 喝着咖啡 吃着意大利美食 晒着太阳 懒洋洋地看着这座 罗马城里第四大的方间杯时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天哪 好像罗马城里最重要的几个景点 我都还没去呢